物價漲太多 明年每戶減稅2000元 景氣不好物價漲 民眾生活越來越難過 財政部長張聖和昨天宣布 全民降稅大利多 基於今年物價上漲 累積幅度超過3% 明年起將調高綜合所得稅 5項扣除免稅額及科稅急劇 後年5月申報開始試用 5項扣免額包括 每人免稅額從8.2萬調高至8.5萬 70歲以上也由12.3萬變12.75萬 標準扣除額單身者 由7.6萬調至7.9萬 有配偶者從15.2萬增至15.8萬 薪資扣除額與生障扣除額 都有原本10.4萬增至10.8萬 退職免稅額也將由16.9萬調至17.5萬 另外 科稅急劇也往上調高 退估最低稅率5% 加試用對象 有所得金額50萬以下 調至52萬以下 課徵最高稅率40%者 則有所得金額423萬 提高到440萬以上 以一家4口的雙薪家庭試算 先生與太太年收入各為70-60萬 家庭總收入130萬 撫養兩個讀小學的小孩 調整前所得金額約61.2萬 繳稅38440元 調整後所得金額約58.9萬 繳稅34280元 少繳稅4160元 以目前繳稅戶380萬戶估算 平均每戶減稅約2000元 政府讓稅70多億 多數民眾聽到可以少繳稅 都很開心 我覺得還不錯 但仍有人認為自己辛苦繳稅 政府都拿去亂花 我們繳出來錢月多 可是整體經濟卻沒有變好 這樣子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繳的錢到底 感覺有點不值 會計專家說各項扣除而提高 有助降低民眾的稅負壓力 東新聞綜合報導